一個房子的室內設計可以導入 AI 甚至部分被 AI 所取代 但是有一個行業是難以被 AI 所取代的 它就是軟裝不支師 那軟裝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可挪動 在室內裡面可挪動容易更換的東西 就是比較屬於軟裝設計師 要去做設計的部分 從客廳擺設到廚房餐具佈置 起居室的床鋪 棉被枕頭 小到花一直災 都是軟裝佈置師的專業領域 還是關乎到一些美學 還有一些生活的溫度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我們也得跟業主討論 必須要知道他個人的喜好 下去做搭配 所以以人來講配出來的東西才有人的溫度 是 AI 不能取代的 我覺得未來人工智慧會取代50% 甚至更多的工作 那剩下來的只有兩種工作 一種就是創造型的工作 另外一種其實是關愛服務型的工作 你聽過圖像記錄師嗎 開會內容被轉變成文字圖畫 讓員工都會記得 你看你大串文字的話 除非你有畫重點之類 你就不會對哪個文字 特別的印象深刻 除非那句話打動 但是你看圖像的話 就是那一些畫面 就可以印在你家裡那種 周瑞邊聽邊看 同時抓住會議重點 時間到就停筆 在抽象式的表現上 如果你看得到這個插畫 譬如說像這個創意產業的嘉義 一般人可能文字聽到的話 他不一定可以馬上理解 可是他照這樣子的插畫 這樣一畫出來的話 馬上你看到重點 幾乎是3秒到10秒就可以馬上懂 用圖像記錄會議重點 而且一看就懂 這樣創意性的工作 也是 AI 難以取代的行業 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像人 才不會被 AI 取代 迎接人工智慧的時代 你準備好了嗎 你今天要用無獨 要怎麼做到無獨 就是要用智慧化的控管 這是剛採收的薑黃 這採收的薑黃之後 要先把它這個順序給剪掉 這是無獨的 而且是用 AI 科技所種出來的薑黃 這也是交大 用兩年的時間所研發出來的系統 那我們可以達到是說 跟 Perfessional 種出來是一樣的品質 這款博士種的薑黃 因為不用農藥 土壤不酸化 打破傳統 需要種一年 修三年的模式 不但可以每年耕種 而且薑黃素還是一般的五倍 怎麼辦到的 這是滴灌系統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種 APP 然後直接就可以去操控 然後就可以精準的施肥 然後還有灌溉 AI 演的種菜 農民透過手機或電腦 連上交大無獨智慧農業系統 就可以即時監控各項數據 掌握農作物生長 以及灑水 驅蟲和施肥 都辦得到 這一隻的話就是控制土壤的PH值 它主要其實就可以去 去 monitor好 我們土壤底下的酸鹼度 如果它越來越酸的時候 其實你就知道說 它其實你用的肥是有問題的 這一隻是它的土壤的溫度 濕度 就是溫度 它的溫度 濕度 還有導電度 600坪的田裡 插了上百支感測器 收集泥土下的數據 約1.5公尺高的氣象桿 收集空氣中紅外線和溫度 風向 透過AI分析大數據 能在病蟲害大爆發前20天 控制驅蟲燈 減少蟲害 從蜘蛛和蝎子的毒素萃取 研發生物抑制劑 精準噴灑 取代農藥 智慧農場的核心控制箱 首度在鏡頭下曝光 一般你去其他公司 它不會開給你看 那對於我們來講 反正就是我們開給各位看 就是為了讓大家學習這一套系統 智慧農場還會學習 透過科技傳承老農經驗 只要這個老農在當下 比下去記錄了 它什麼時候該施肥 什麼時候給水 就全部的數據 會被我們記錄下來 那我們再會透過 整個數據的運算分析 就會知道 好 為什麼老農 要在這個時候要施肥 這個時候要給水 好 這樣子就可以 將老農的經驗給傳承下來 只要一個農夫 一隻手機或電腦 就能以無毒的方式 解決病蟲害 同時增加產量 在美國CES消費電子展 至少有10個國家 希望引進智慧農場 目前台灣有3處農場 一定使用這一套系統 我們這套系統 是怎麼樣去接地氣 也就是說怎麼樣讓它運作 很運行是怎麼樣的整套系統的把它運行起來 結果一等格跟我們談完之後呢 就變成希望說我們到各個國家去做落地 AIE可以控制食材的生產安全 同樣的 AIE也可以控制食材 變成佳肴的安全 做口罐 它能夠快速的 把食物做到滅菌 又煮熟 然後鎖住它的營養分 然後口感才保留住 所以最重要在這裡 煮魚湯3分鐘 青菜1分鐘 蒸蛋2分鐘 煮飯3分鐘 不到10分鐘 兩菜1湯 加上辣味飯上桌了 用這個AI的一個智能 怎麼去保證食物被滅菌以後是完整 但是這個完整 你不能滅了菌以後 吃起來是很難吃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是要跟好吃 跟滅菌安全 要連結在一起 這套智慧空調系統 除了家庭化設備 也發展到中央廚房規模 定量注入百米 一份一份在輸送袋封膜 精準送進加熱盒 這套系統將能減少吸塵人力 也減少人為污染 阿瑟這個是學校的營養午餐 那它機器沒有接觸 然後人也沒有去接觸 是最安全沒有在感染的問題 同時也達到滅菌的效果 這套智慧烹調系統 到底是什麼設備 讓食材一分鐘變猛味 因為一個是從中心去發熱 那一個是從周圍發熱加進來 所以剛好只能面一個覆蓋的完成 120度拉高到140度 它只要十幾秒就拉到了 透過19個探針檢測 食材受熱均勻 每個檢測點都在98到100度 減少外在環境或人為因素的誤差 除了我剛才講機器的一個機密度 要用很智慧去控制它以外 那你食材是不是有沒有被滅菌 不只食材被滅菌 包的食材的碗 覆蓋的膜全部都要被滅菌 甚至中間的空氣都要被滅菌 業者曾經將煮好的糙米飯送驗 結果發現即使忍藏30天 腫生孕樹 大腸桿菌 仙人掌桿菌都沒有驗出 完整滅菌 也是確保佳肴安全的關鍵因素 比如說到超商超市 你買了一個生鮮的青菜 馬上煮好了馬上就可以吃 馬上可以帶回去 就是現煮的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跟販賣機結合 在醫院在一個作業職中心 隨時24小時 從智慧農場到智慧廚房 從食材到佳餚 運用人工智慧 讓民眾吃得更方便 也更安心